第一個一定要把資料秀出來 第二個的話呢就是要重複實筆 第三個就是這邊要顯示上一列下一個 那再來這邊要顯示什麼 顯示總共有幾筆有沒有 那可以透過那個Dreamweaver裡面的功能 很快可以幫我們顯示出來 不過最後還有一個部分還沒做完就是說 那如果詳細資料 我希望能夠怎麼樣 點擊它 它能夠跳到另外一頁面 把詳細的內容秀出來 那這個地方怎麼做 有點像是這邊是做好的 比如說像這一筆好了 這邊有個贊物好了 比如主機維修公告點擊之後的話 有沒有 跳出一個詳細頁面出來 那這個詳細頁面裡面呢 到底要顯示哪些東西 包含就是這個 還有這一個 這個是Type 就是類型 這個是它的Subject 它的主旨 然後還有它的日期 這個公告是誰發布的 所以會有一、二、三、四 還有裡面的內容Content 所以總共會有五個資料 需要顯示出來 那我們要怎麼樣可以顯示出來 特別注意 因為我需要 當我按下它的時候 它可以連結到 那個正確的那一個 那一篇 那個公告裡面 所以我需要傳遞給它一個什麼 一個ID 透過什麼呢 透過ID去查什麼 查到這一篇公告 並且幫我帶出來 那所以我要怎麼處理 第一個 各位可以發現 在這個地方 上方會出現 到底由誰去接 就是Detail.php 問號後面有個ID ID等於9 那ID等於9 那我們就可以去資料庫裡面查什麼 查它的ID編號是9的那一篇 那個記錄 然後把它帶過來之後的話 分別放到Details裡面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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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共五個地方的資料 把它一個蘿蔔一個坑填上去 這樣的話就可以達到 我們要的這個效果 所以你會發現點擊有沒有 Detail 有沒有 所以呢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怎麼處理 這個部分的觀念 跟前面我們做過的那個部分也類似 就是 實際上它是用什麼 用get的方法 傳遞一個ID 是它的編號 那所以呢 第一個 我們要處理的話 首先一樣切回到 index的這個頁面 第二個呢 我的超連結是做在哪裡呢 做在標題上面 所以特別注意 請你在標題上 這個下面這一個 這個區域點它一下 就點這個藍色區域 再來下方有個連結 那連結的部分的話 當我點它的時候 要連到哪裡呢 連到Details 所以特別說 這邊有個叫Details 詳細資料的這個頁面 所以呢 記得點它 然後下方連結 點這個連結 瀏覽一下 找到什麼 找到Details 這個頁面 接下來特別注意哦 那可是我不是只有超連結它 我還要告訴它說 你幫我顯示 我所點選的那一筆記錄的ID是多少 你就幫我把裡面所有的資料顯示出來 所以下方有個參數 請你務必一定要帶個參數過來 那也就是說 剛剛不是有個Details 點PHP 問號 問號呢 其實就是帶個參數 那參數的名稱 參數點一下 這邊有個名稱 ID 所以特別注意哦 底下就打個ID 我就帶一個參數名稱 叫做ID 它的值由誰去決定呢 旁邊有個這個閃電 點擊它 由ID來決定 就是說呢 我在查的時候 我順便把點擊的這個記錄裡面 它的ID編號是多少 順便也帶過去 所以呢 會有出現什麼ID等於多少 比如說 那個點擊那一筆記錄 如果是10的話 就帶10過去哦 我看確定 好 這樣的話就完成了 確定 就是超連結 後面會有個ID 是這一筆記錄的位置 我看確定 好 這個時候的話呢 我們就已經完成了 就是說我丟過去的狀態哦 所以特別主要我瀏覽一下 這個時候按儲存一下 那你會發現哦 欸有沒有 因為它會重複記錄啦 所以每一筆上面都會有一個什麼 都會有一個超連結了 那當我點它的時候有沒有 按下去 Details 那個Details.php會接到 不過你會發現哦 我們已經丟過來了 有沒有 Details 問ID等於9 可是問題哦 這裡面呢 空的 所以呢 這個時候的話呢 我們還沒完成後面的Details頁面 所以第一步 請各位先完成那個 就index這地方的連結 那等一下我們再來看說 當我點了之後 那它要接啊 接到之後要秀出 那剛剛講的那五個東西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好 那第一步的話呢 就把這些步驟做完 第二步的話呢 就再來完成什麼 完成那個Details的 我剛剛已經把畫面照下來了 然後呢 就大概這幾個步驟 那不要做錯應該就可以了 好 再來我們開啟這個Details Details的這一個畫面 那裡面要做什麼呢 就是說呢 它會帶給我一個參數 所以呢 那個參數我知道是ID 所以我要必須把那筆記錄查出來 那我要怎麼查 特別注意哦 查的話呢 請你記住 以後如果你要帶任何東西的話 請記住哦 一定要去什麼 去建立一個新的資料集 因為資料庫已經建好了 你不用再建資料庫 建一次資料庫就可以了 那如果說你要查新的資料的話 請你在什麼 新建一個什麼 資料集 如果這個資料集跟前面不一樣的話 你就必須要再產生第二個 第二個用途是用來做什麼 用來查資料 那查什麼資料呢 因為它會帶給我查NewsCenter裡面的什麼呢 篩選器 請記住 一定要選 我要去查NewsID裡面 等於什麼呢 UIL參數 特別注意哦 一定是UIL參數 因為是GET嘛 所以是UIL參數等於什麼呢 這個地方請你改成什麼 改成ID 因為我傳過來的名稱是一個什麼 名稱叫ID 所以呢 它透過什麼UILID 等於這個參數 等於ID的話 那我不就可以怎麼樣 載到資料庫裡面 把那一筆編號的ID抓出來 然後呢 查完之後的話 那我就可以查到那一筆記錄了 OK按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要按確定 確定完之後的話 這個時候呢 就會產生第二個 Recursate 2 記得哦 這個是要改成第二個 然後呢 請你把它展開來 展開來之後一樣 我們就分別把 我們要顯示的 拖拉到黃色的這個區域裡面 放在這邊 日期有沒有 放在這個圖後面 所以把什麼呢 news day可以放後面 再來的話 誰編輯 這個人 人的部分 就是那個什麼 Editor Editor就是誰編輯的這一篇公告 那就把它放在這後面 然後呢 詳細內容就放下面 詳細內容就是叫 news contents OK 把它拖拉到哪裡 拖拉到這裡 OK 那就總共會有五個東西哦 這個我想 呃 可能也不用死背啦 你就大概了解一下 公告的type 公告的標題 日期 還有就是誰編輯 詳細內容 OK 利用這樣的方式呢 他丟一個ID過來 那我去查資料庫 查到之後呢 再把資料 放到頁面 流程大概是這樣 那我們就做完了 所以基本上 這個我都不用死背 我這個不是死背的 我是理解的之後 自然就知道說該放哪些東西 那我把它存檔之後呢 接下來齁 再回到 我們剛剛的主頁裡面 然後瀏覽器中預覽一下 看一下這個好不好 好 這個時候呢 已經可以怎麼樣 已經有超連結了 然後呢 點擊它 資料能不能帶過來 試一下齁 如果你做的沒錯的話 點擊它 誒 資料就過來了 有沒有 上一頁 點擊它 資料就過來了 那 它就是做什麼事呢 就是把這個 detail它會帶出一個什麼呢 ID等於11 那這個11 因為我們有建一個recorset 資料集對不對 那個資料集呢 就會到資料庫裡面 幫我把那個 NewsID 編號是11的資料 撈出來 撈出來之後呢 我再利用拖拉的方法 再幫我把這一個 這一個 這幾個資料有沒有 幫我把它填上去 不過這後面好像少了一個 那個編輯者 等一下再看一下 然後上一頁 這樣的話基本上 就 這個 這一筆就有 所以有 可能有些資料裡面沒有那個 編輯的人 所以沒顯示出來 OK 好 這裡我想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畫面再還給各位 一下 試一下 如果使用者端的部分沒有問題的話 那再來 因為這邊還有一個什麼登錄 就是管理者 這個地方只有 現在做完是使用者端 就一般的使用者 那下個禮拜 就是要做什麼 登錄 登錄之後的話呢 要能夠怎麼樣 跳出一個 一個登錄畫面 讓使用者可以看到怎麼樣 看到就是說 可以修改 比如說新增 修改 刪除 的相關功能 你才有辦法去做了 那因為今天 時間可能沒辦法講那麼多了 所以請各位 回去的話 可以先看講義一下 如果今天前半部 有動作做不出來的話 你可以把影片稍微再看一下 因為如果你前面部分做不出來 後面的話 我想應該也會越來越困難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試看 詳細頁面的部分